欢迎爱提问的健康情报员小鱼 健康情报员搜集一首健康情报 大家好我是小鱼 今天我们健康朋友圈又带着响当当的兔年氛围福利来了 辽宁广电视台北方频道2023精美定制台例和健康防御包二选一 限量福利免费领 阿智与您一起开启新年更新万象 那么这两份使用的小礼物您更喜欢哪一个呢 只要您说对口令就能够免费的领取 那么福袋呢 仅限今晚20点20打进电话的前十位圈有 并且要答对我们的口令 那么今天的福袋口令啊 就是健康朋友圈健康点字王 您可要记好了 这福利库存呀 每一秒都在减少 能不能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 02423186065 福利捧在手健康跟着走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如何在这个季节保养好我们的肺 嗯 智姐说到这个养肺 目前可是很多圈有都来打电话 关注这个问题 是啊 所以今天咱们就教给大家一个 一元的养肺法 帮助大家养好我们的肺 智姐你说的是一元钱吗 对呀 哎呦你说我买几个梨润润肺呢 那也不值这个钱呢 你说这方法靠谱嘛 靠不靠谱 咱们赶紧瞧一瞧不就知道了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养生达人 他的方法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咱们一块去瞧一瞧 这个天啊一到的冬季特别干燥 我每年到这会儿呢都咳嗽 嗓子疼 有时候夜里呢咳得也睡不好觉 吃药呢也是反反复复的 不过自从去年冬天开始 李阿姨就再没出现过这些问题 今天她就要把这个润肺的小方法 教给大家 让您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冬季 我就用这个方法以后呢 从去年到今年呢 就咳嗽减轻了很多 也舒服了很多 我觉得今年冬天可以好过了 我还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也一致反映的这个方法很好 就是您家里人也在用吗 我也推荐给我老伴了 因为他也有这些毛病 叔叔说觉得怎么样 不错 对我这种方法很肯定的 是吗 对 那您这种方法 它贵吗 不贵 一块钱就能搞定 一块钱就搞定 一块钱就能达到 很好的润肺效果 这让我们的记者大车一惊 究竟是什么方法 既有效又便宜呢 就是把两种中草药 和它们的食物搭配在一起 做成一种养生的食物 对这个肺 养肺 润肺 很有好处的 原来这个润肺的小方法 是把中草药和食物 搭配在一起 李阿姨呀 您别卖关子了 赶快给我们看看吧 就是它 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喝的淡花汤吗 这怎么能有润肺的效果呢 这可不一样 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个汤呢 是我用两种草药 一个是双桑叶 还有一种是皮板叶 先煮成水以后呢 用它这个水来做的淡花汤 对咱们防止咳嗽 润肺很有好处的 李阿姨的方法 真有这么神奇吗 一起去听听专家 是怎么说的吧 这两个东西呢 双桑叶 它本身具有非常好的呢 疏散风热的作用 还可以呢 让人呢 清干明目 咱们皮板叶呢 它正好呢 它对应于什么呀 它可以清肺热 止咳化痰 两样呢 相互作用 正好呢 对于什么呀 由于肺部受到寒凉 然后呢 进行它的抵御反应 产生了肺热 肺热呢 往往会出现人的咳嗽 痰多 痰年 或痰黄 这个两个东西呢 正好解决这些问题 看来李阿姨的方法 确实有很好的润肺效果 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赶快跟李阿姨 来学学吧 下面我就来教大家 做这款双叶蛋花汤 好的 首先咱们把烧开的水里面 放上桑叶 皮板叶 就是要先煮 这两种药物是吗 放入水开以后 要放入小火 再煮三十分钟 为什么要煮三十分钟呢 阿姨 再让它的药效 充分发挥出来 把十克双双叶和十五克 鲜皮板叶 先放入烧咖的水中 煮三十分钟 充分发挥中药的药性 现在呢 三十分钟已经到了 双叶汤已经煮好了 咱们现在连同叶子 在汤一起煎 倒到一个盆子里面 下面我们就开始打鸡蛋 现在水开后 咱们把打好的鸡蛋放到锅里面 捞出药渣之后 再把双叶汤倒回锅里 煮沸后 把打匀的鸡蛋倒入锅中 哇 阿姨 我现在已经闻到 这个蛋花汤的香味了 和我们平时的这个蛋花汤 确实有点不一样 现在蛋花汤已经做好了 我们要把它火关掉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吗 阿姨 没有 我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 没有放的 就是蜂蜜 啊 要往里边放蜂蜜呀 对 可以了 就滴几滴是吧 对 为什么咱要往这个蛋花汤里面 放蜂蜜呢 因为刚才放的双叶是微苦的 咱们为了调一下口味 再有呢 这个蜂蜜对咱们的那个 润肺和滑肠都一定的好处 尤其在这个冬季非常干燥 咱们使用这个蛋花汤呢 对身体很有补益的 最后我们再加入 少许香油和食盐 美味的蛋花汤就可以出锅了 每周食用两到三次 可起到很好的润肺止咳的效果 赶快来试试吧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 咳痰痰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 咳痰痰痰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靠着一双手 奔向中国梦 请美本 原始生活全品的有机商城 甄选全国三千余款有机好物 所有在售有机商品 均具有有机权威认证机构 颁发的有机证书 200至500项以上的农药残留 检测为零 守护健康快问医生 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快问医生的环节了 有请咱们的健康情报员小鱼 来说一说 咱们圈友都遇到了哪些健康问题呢 那么圈友吴女士呢 向我们提问说 家里老年感染新冠后 应该如何健康监测呢 是否需要监控血氧呢 针对她的提问呢 我们也是联系到来自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感染科主任 八人门诊负责人丁阳 丁阳教授 我们让丁教授来解答一下 这个吴女士的困惑吧 那么老年人呢 感染新冠以后呢 容易变重症 那么家里呢 最主要监测呢 第一个呢 就要注意呢 她的体温 第二个就是饮食的状态 精神的状态 那么看一看呢 她是否有缺水 那么注意点体温 如果体温过高 那么持续的39度40度 或者是体温的过低 那么状态差 那么呼吸困难 喘得厉害 那么这样的人呢 就容易变重 应该及时的就医 那么监测这个血氧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呢 我们家庭呢 监测血氧的 血氧饱活度呢 小于93% 那么这样呢 容易变成重症 应该积极地就医 圈儿有王先生呢 向我们提问 怎样保护家里老人 降低感染的风险 这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联系到了 咱们的丁阳教授来解答 那么怎么保护家里的老人呢 降低风险呢 第一个呢 就是要加强通风 那么勤洗手 那么如果呢 其他别人呢 有这个阳性的病例 尽量呢 少跟老年人接触 第二个呢 积极地接种的新冠疫苗 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感谢专家老师的专业解答 守护健康 快问医生 您可以打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来咨询 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节目的更多精彩资讯 您也可以下载 北斗荣媒客户端来收看 好的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 今天我带着想当当的兔年 分为福利来了 辽宁广播电视台 北方频道 2023精美定制台力和健康防疫包 二选一 限量福利 免费领取 阿志与您一起 开启新年 更新幻象 首先呢 来看看台力 这可是我们北方频道 限量定制版的台力 年年都很抢手 那么第二个呀 就是我们的健康防疫包 包制百病 那么打开看一下呢 里面是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 这个防疫的口罩 这个包包呢 感觉还能当这个化妆包 里面还有收纳的功能 特别的实用 这两份实用的小礼物 您更喜欢哪一个呢 赶快打电话 免费领取吧 阿志提醒大家伙 每日十份福利 限量免费领取 这福利库足呢 每一秒都在减少 能不能抢得到 就看您的手速呢 02423186065 福利捧在手 健康跟着走 福袋呀 仅限每天前十名 拨打电话 并且答对口令的观众朋友 就可以领取了 那么所以呢 大家准备好您的手速 赶快拨打电话吧 那接下来又到了 带着大家提升免疫力的环节了 小姨我跟你讲 今天咱们专家介绍的方法 我可是早早就跟她学起来了 怎么样 你看我现在 就我这气色 就这状态 我跟你讲 老好使了这招 哎呀 我说呢 智姐 最近我发现智姐这状态啊 元气满满的 还等啥呢 赶快带着咱们一块 好好学习一下 哎呀 你看看小姨给你急的 别着急 咱们马上学起来 现在正是冬季 那在冬季里啊 在养生里是建议大家冬藏 多吃一些能让身体热起来的食物 那在当下的这种情况 除了要吃一些能让身体热起来的食物以外啊 我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啊 瘤生素这样的食物 那我呢给大家建议几种食材 那这种食材啊 搭配在一起 也可以让我们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在肉类呢 我建议大家在近期可以多吃一些牛肉啊 羊肉啊 这样红肉的 除了这些啊 含蛋白质比较丰富的 还有我们的虾啊 鱼啊 这些也建议大家多吃 如果你说啊 我不喜欢吃肉 我也不喜欢吃海产品 我也不喜欢吃鱼 那不妨我建议大家多吃一些鸡蛋 或者是豆制品 那像豆腐啊 豆皮啊 这一系列的 它含蛋白质也非常的丰富 那除了这些啊 我还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除了以上我说的这些 我还要建议大家多吃一些薯类 因为啊 冬天本身就冷 我们外出的情况就比较少 再加上这样的特殊的时期 外出的时间就更少了 那我们的肠胃蠕动呢 是需要我们的活动来 帮助我们的 那除了这些 我们不能动以外呢 建议大家都是一些鼠类 可以啊 让它呢 它涮出些会丰富一些 在我们的肠道里呢 进行一个快速的蠕动 这样可以帮我们排出体内的 一些多余的肺 感谢专家老师的专业解答 怎么样 电视机前的您都学会了吗 赶快行动起来 让我们共同提高免疫力吧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想让他们出去玩 他们却总说不用 说坐地铁方面 说我工作累 该在家多歇歇 爸 妈 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 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作词 小朋友们 我们来上课啦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好 那提到中国 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我的家就是中国 有好多好多树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我们要保护它自然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我爱你 接下来又到了咱们养生厨房的时间了 怎么样 小鱼最近想吃点啥 我给你都安排上 哎呀别提了智姐 这刚过完元旦天天又是肉又是虾的 给我吃的现在啥也不想吃了 真的有点腻了 还真别说啊 估计现在不少圈有都一样 这过节了吃的太丰盛了 那今天的养生厨房 这就给大家安排点爽口的小菜 咱们下面这个菜呢 用到一个原料 那可是味脆 味香就是折皮 而且要用三丝跟它搭配 啊这个三丝和折皮一搭配 哎呀听起来还是很酸爽到极点呢 想想就很开胃 还等什么呢 咱们下面就来做一下 好好尝一尝 我们前面也不是说 您要给我们做一道凉菜 也算就是一半热一半凉 像结合的一个菜 比较适合就是一个下酒的菜 叫折皮三丝 折皮三丝 对 一半凉一半热 因为热呢 我又现炒的肉丝 凉呢 它又是用冰水寄过的折皮 所以说就是一热一凉 相结合的 哦 那你这么一说 我知道了啊 这个折皮三丝里面有折皮 有肉丝 肉丝 剩下一丝 剩下的还有我们山东的大葱 再加上自制的豆腐 卤水豆腐 自制的卤水豆腐 您这不是三丝啊 您这四丝啊 四丝 但是三丝要好听一些 四丝就会太啰嗦了 对 三丝就好听 嗯 行 那咱们 再看一下这个折皮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选折皮的时候 一定要选颜色深一些的折皮 你看圆的 这都是黑的 这是咖啡色的 这下酒的折皮三丝 不光经济实惠 而且挑选折皮 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呢 要选深色的折皮 折皮切丝 因为它折皮会缩 从中间一杆 刀呢它卷起来切 卷起来切 对 切应该是在一厘米左右吧 一厘米左右 对 然后您说是要焯水吗 我们听到之前 对 焯水 你看水差不多了 那可以下遮丝了 对 可以下遮丝了 那咱们下一步是 下部就开始改刀 改刀 改豆腐 现在折皮改好了吧 现在改豆腐 把豆腐给这个切一下 对 董老师 咱豆腐改刀也是改成丝吗 多宽啊 成丝 你改成丝怎么来办 这个还需要改成片 要用油炸一下 它要油炸一下 对 用油炸一下 对 用油炸一下 董老师 咱们下面就开始处理这个大葱了 对 处理大葱 首先这个葱呢 就是不要这个芯 不要芯 这个芯因为太硬了 粘液太多 拌出来不脆 然后再开始把它焖平了 也是在切一厘米宽厚 现在就是再切几个红辣椒丝 红辣椒呢 就一个红辣椒 用几根就可以了 那咱们现在开始处理这个豆腐片 对 豆腐片 倒油 这豆腐我刚才差点忘了问你一句了 咱选的是 老豆腐 北豆腐 不要用嫩豆腐 嫩豆腐的话容易散 而且就是说它这个炸出来的口感 没有这个老豆腐香 炸出来什么样 你现在说是好了呢 别着急啊 行会儿 炸好的时候自然告诉你了 如果感觉就是自己就是没有把握的话 目测的话不好使 就用筷子 压压中间 中间一旦硬的话 这个豆腐就去炸好了 这个非常干啊 炸的这个豆腐 对 这个炸干了呢 第一它滋水比较能吸进去 第二个呢 它有个就是炸豆腐的那种干香味 下巴就是炒肉丝 炒肉丝 对 把肉丝放里边 去干 因为也不用凑着这个炸豆腐的油 这个锅 也不用再单独再放油了 直接把肉丝放里边就行了 就用上演那个锅底油 锅底油 煸一下 对 咱们就这样干煸是不用放点葱姜 对 不用放 直接让干煸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一煸色 咱就可以捞出来了 不不不 要煸得干香一点 哦 上色 上色 这种鞭色特别让人看着有实力 对对对 像烤肉是一样 对对对 你看 咱们这个肉丝也上色了 上色了 还要加一点这个酱油 给它提提味是吗 对对对 咱这个盛出来呗 盛出来 开始放料 放料 先把这个皮 刚才这边烫完了 红辣椒丝 红辣椒丝 再放几个 嗯 香菜 香菜汁 香菜段 香菜段 嗯 豆腐 嗯 改成刀的 改成刀的豆腐 嗯 哇 还有一丝 还有葱丝 葱丝 葱丝 放里边 哇 先拌匀了 先拌匀了 搅和匀了 搅和匀了 搅和匀了呢 嗯 开始调味 调味 盐 盐再加多少 盐就加这么一勺吧 嗯 一勺 哦 还要加白醋 放点香油 放点香油 提香油 最后一个呢 还有颠的蒜泥 把拌好的肉丝放里边 哦 哇 真干哎 这肉丝 对 好 装盘 这皮丝 豆腐丝 辣椒丝 葱丝 加调料 特别记得加白醋和蒜沫哟 之后搅拌均匀 酸口下酒的这皮三丝 就做好了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 疗事健康朋友会 获取更多的健康干货 当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